自从因网报而丢了铁饭碗工作,大学教师的湘怡,网红之路也备受争议,被逼得回老家已经半年了。 回家以后的湘怡,大多时候都是分享农村生活,那么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呢? 有时候湘怡仍然会跟以前一样,跟粉丝们诉诉苦,哭得梨花带雨,她一直说自己的生活很苦。 可是通过几个视频看到她的爸妈,不明白她到底苦在哪里。 虽说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如成礼,可是父母都是乡下很勤劳的农家人,对她又非常慈爱,看得出来很爱她这个女儿。 所以不理解她,为什么总说她很苦呢? 近日湘怡又发视频表示自我检讨,重新做人,反而被粉丝吐槽向祥林嫂。 91年出生的湘怡,今年已经33周岁了。 她自称辞职失业,遍体鳞伤,大龄单身过着一无所成的生活。 她为过去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 湘怡发这样的视频无非是希望网友们原谅她,重新接受她。 回想湘怡去年这个时候,通过一年半的努力成为千万网红,积载了九百多万粉丝。 由于长相俊美又气质清新,被称为女版董雨辉。 可为何会沦落至此呢? 近日湘怡发视频,通过她与母亲的对话,我似乎明白了她所说的她很苦的根源在哪里。 就是农村人的老一辈传统,重男轻女的观念害了她。 湘怡说,其实我的父母重男轻女并不严重,从来不打我骂我,起码他们努力供我上大学读博士。 可是真遇到了关键的事情,我母亲还是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我的哥哥,这让我内心很受伤。 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也谈过恋爱,可是却不敢跟妈妈讲。 因为妈妈一定会很发愁,说你哥哥还没结婚呢,你怎么有心思先谈恋爱结婚呢? 听湘怡的妈妈讲,湘怡的哥哥曾经遇到过车祸,再加上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宽裕。 都知道农村娶媳妇要很多钱,可是哥哥还离婚了。 可能就是这样的思想,湘怡给自己很大的压力,她想赚很多钱帮助娘家。 参加工作以后的湘怡一心扑在工作赚钱上,之后就没有谈恋爱,她把家庭的重担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扛。 想让父母和哥哥都过上更好的生活,这就不奇怪,为什么湘怡会走上网红之路? 可能是原生家庭的重担,让湘怡耽误了自己的婚姻。 湘怡的妈妈现在就很发愁湘怡的婚事,觉得湘怡到了三十几岁还没结婚很可怜。 从妈妈的话语中可以看出,她很后悔,当初不应该总是在女儿面前唠叨,哀声叹气,导致女儿替她承受了很多的心理负担。 湘怡的网红之路之所以被掐断,遭受网暴主要是两个原因。 第一个就是湘怡口误,她说我们日本,这几个句话,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一直揪住不放。 因为湘怡除了口误,她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害民族尊严的事情,何必一直对她口诛笔伐呢? 第二个是湘怡之前有表示有说过,她这个千万账号的收入都用来做公益。 一些打假博主声称,湘怡的账号已经赚了几百万,可是她并没有全部拿出来做公益,一直道德绑架湘怡,甚至还投诉到有关部门。 有关部门的回应是,即使她真的说过全部拿来做公益,也有视频为证,可是这也只是个人的信用问题,涉及不到法律层面。 既然如此,毕竟人家也是凭本事赚的钱,何必一直拿着道德大棒紧追不放呢? 湘怡这个账号也一直都在做公益,网友们真的没有必要一直叫真,那些所谓一直紧抓不放的人,可能也是出于极度吧? 不管怎么说,这一年来,湘怡虽然赚到了一些钱,可是她失去的也很多。 失去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工作,失去了网红公司的合作机会,抖音账号也被禁严一段时间, 她受到了应有的惩罚,以前的事情就翻篇吧。 近日湘怡还单独发了一个视频,说自己辞职的事情从来没有跟父母聊过。 父母也很默契,当着她的面从来没有提过,年前她决定问问父母是怎么想的。 她爸爸说,当得知女儿辞职以后,三天三夜都没有睡着。 心里很难过,女儿寒窗苦读这么多年,好不容易当上了人民教师,在村里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。 可是没想到工作没了,搁谁能咽下这口气呀? 说到这个话题,湘怡的母亲更是泪流满面。 她说湘怡从小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人民教师,喜欢站在讲台上,阳光地给同学们讲课。 失去工作,妈妈觉得对湘怡很不公平。 女儿付出了那么多,一个农民家庭生出来的博士有多不容易,能当上大学教师那就更不容易了。 湘怡说从小母亲总是把穷和苦挂在嘴边,小孩子的她没有办法理解,认知不够,以为穷和苦就是自己造成的,总是觉得很亏欠家里。 自己现在不仅单身,到现在都没有买房,因为她首先想要先给父母买房。 希望湘怡能够越过越好,毕竟已经33岁了。 希望她能够放下包袱,多为自己而活。 尽快找到心仪的人,组建幸福的家庭。 自己过好了不让父母担心,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